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艾草的做法 它是什么呢 它是生姜艾草鸡蛋汤 现在是我们澳大利亚的春天的时候 我呢因为我非常喜欢艾草 我跟大家介绍过艾草是一个宝 所以我在前两个月的时候 我就在外面弄了一点艾草的种子过来 现在呢春天了 我们家的艾草正是发芽的时候非常的嫩 所以我现在呢就来摘一点点 我们家自己的艾草 来做这道生姜艾草鸡蛋汤 再看一看我们家的艾草长得怎么样 这个艾草都发的小小的嫩芽 其实好多呢都是我一些朋友啊 他们送的一些就是好几个根苗也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艾草啊最大的特点是 你就是你看种一点点 然后它就它就像野草一样 它顺着长 你看它长得多好啊 你看这么多 你看这全部都是 反正我们家鸡脚嘎拉 我觉得能够长的地方 我都把它扔个一两个苗 它就可以长得很多 但这个我觉得它太小 我再看看有没有长得稍微 更高一点点的 你看这边也长起来了 这边就长得比那边稍微茂盛一点 好我们再看看 还有没有长得更好的 哦你看这个就长得特别好了 对那边也是 哦你看这边也是 你看这边就长得比较高一点 这个啊 这个就长得比较高一点 然后你看这个 这边就更高了 我就把这个 我今天先吃这个 你看这个 哎呀你看 这个叶子就比较 你看就长得比较 有的长得高的哈 有时候会长这么高 你看这个就比较嫩 我今天呢就把它掐一点嫩叶子 你看这个特别嫩 掐一点点 因为我今天做到我一个人吃的 不要太多 就吃三到五克就可以了 这个留着我下一次吃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 Joanna澳洲生活 今天你开心吗 如果啊你要经常观看我的视频的话 你会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开心 今天我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个 爱炒的做法 前段时间我分享的爱炒煮鸡蛋 是一个甜品 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 生姜爱炒鸡蛋汤 是一个家常的做法 而且非常简单 俗话说啊 家有三年爱 郎中不用来 很多人都理解成了 家里面有三年的爱草 郎中就不来了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呢 你要在家里面使用了三年的爱草的话 你呢就不用去看医生了 这当然这是一个民间的说法 我们生病了还是要去看医生的 为什么民间这么说呢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爱草是除什么的 是除身上的湿毒 我们知道很多的病都是因为湿气造成的 所以另外还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 湿气不除 后患无穷 这个后患无穷就非常的严重 因为很多的病都是由于开始是湿气 然后毒 毒 瘀造成的严重的疾病 所以我们经常吃一点爱草的一些食品 来调理自己 把这个湿毒首先把它给去掉 所以这叫防患于未然 在没有开始堵的时候 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给杀住 我们就把它给堵住 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 那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用了一些什么样的食材 这个就是我刚才在室外摘的那个爱草 这个差不多就有五克 为什么只要五克呢 因为多了以后会苦 所以一次不要超过五克 转发一下 不要再来 我再来 再来 我再来 再来 谢谢 我再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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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热 然后我们就倒橄榄油 油烧热以后 把生姜放进去煎一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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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人不喜欢吃爱草的味道 但是一想起它的这么好的功效 爱健康的人一定要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